整個歌詞很有趣 導演可以把你逼到一個極限 例如有一場戲 可能大家沒有看過 現在還在說討論劇頭 例如導演會在某一個鏡頭 會連續拍了五十幾個席 是由A到B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他不停地說 來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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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了五十幾個席 但幸好 因為我年輕 所以我的脾氣是很好的 所以我就配合這樣 但現在出來我覺得都可以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 他們會有一種理論 就是要逼到你 是不是要打垮你所有的思想 是不是要監製 是不是要打垮你所有的想法行為 然後你才會有不同的演出 Patrick 譚家明 是一個很有風格的導演 基本上他受法國新浪潮的影響很深 很深的 所以很多剪刀 他有些很震撼 這樣跳 還有他對燈光 色 人的動作 衣服 他的要求非常非常高 所以剛才阿葉童說他 由A到B 他可能拍四十幾個席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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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他要求了 他的standard 所以他出來的片 他的quality 就是 以我們電影製作人來說 是非常好的 但是現在你們看過片 現在是導演的剪刀 就是Patrick 是重新再剪刀 我自己都沒有看過 所以我都很想在下面看 看這片 就是我的 expectation 會是一個很大的 surprise 那Patrick說一下當時的情況 好 那我要回應師傑 不過我最深的印象就是 第一天開工 你知道我還沒拍過電影 我還沒查查 第一天開工 我對手裡和湯振業 在一個電車站 那電車站做甚麼呢 我們是first day 就是大家 first day 然後呢 更厲害 上電車 上電車做甚麼呢 就是調情 為什麼你們都看到了 就是那個 在整部電影的最賣點 是甚麼呢 就是電車甚麼呢 那些 電車甚麼呢 那時候很害怕 那時候是 好像小女孩 十幾歲 導演見我做甚麼不做 不過對我來說 但是是意識大膽的 甚麼都看不到 你們現在看電影就知道了 但是出來我感覺很好 我學了很多東西 是的 很多東西 那也都 今天三月三日休 其實很多觀眾 我想你都有 想特地來看一下 阿哥哥阿張過榮 他們的 當時的風采 那其實 你們和他合作 當時有沒有回憶 有些特別的片段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特別的片段 給我感覺到整部電影拍得很浪漫 拍一拍一拍 我也不覺得只會拍電影 天天好像開派對一樣 很開心 我們四個 哥哥阿張 常常會去離島 去離島玩 睡覺 吃東西 開心 整部電影的節奏很漂亮 很浪漫 很感謝老闆 請我拍電影 謝謝你提提我 將我的人生改變了 我覺得哥哥是很有要求的人 因為我記得他曾經跟導演說過 他說我是一個好演員 你下次拍電影再問我 另外他平時也是很安靜的 他會靜靜地坐在一邊看書 那些畫面令我感覺到很舒服 因為他本身已經是一個畫面 但他還會坐在一邊 很安靜地等拍戲那種感覺 令我覺得原來等拍戲 都可以很優雅 等哥哥認識 還有我想說 為什麼我會拍這部電影 其實哥哥是我的偶像 我從小就很珍相哥哥 尤其是他的歌 其實他每首歌我都聽過 很欣賞 雖然我不會唱歌 但我每天都聽過他的歌 所以第一部電影 我聽到和哥哥拍戲 我和老闆說 不用收錢我照拍 一定要找我 我不收錢我都要拍 所以認識我 和徹師一起拍很開心 好 今晚說來說去今晚好 真的很開心 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這部電影 好吧 希望你們多多指教 給大家一點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 好,謝謝大家,到現在,我們馬上來一頓, 這是列島政府的導演辦,謝謝。 謝謝。 謝謝。